你 枪枪三人行马先生今天咱们迎接一位台湾来的朋友 这朋友我估计这节目至少在台湾的引起轰动 因为他在台湾的确实是个惹是生非的人物 郭冠英老师啊 而且这个郭冠英老师啊 待会咱们还可以谈张学良 因为他就是著名的那个纪录片 那世纪行过 就是跟这个历史学家唐德纲 他们一起啊多年做这个张学良的口述 可以说跟张学良和这个赵四啊 朝夕相处过很长时间 但是呢 今天咱们先开始聊啊 我要从这个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 叫范兰钦事件说起 这个可能有些大陆朋友不见得很熟悉 在台湾炸了窝了 他呀 原本是台湾这个新闻局 驻这个多伦多的这个秘书啊 可以说是官员公务员 但是呢 他很奇怪 他又在这个博客上用一个话名 叫范兰钦 发表很多 照咱说就是支持一个中国的这个言论 结果你看台湾网络也很有意思 这些绿色的这些个网民呢 一下子就人肉搜索 把他给搜索出来 说哦 原来他就是范兰钦 结果闹到最后 马英九都是说身为公务员 你这个言辞反复 极为不适当等等等等 而且现在被开除公职了已经 您就是范兰钦本人了 您自己怎么看您这事 我这个事情是 我捍卫的是一个中国 捍卫的是我们中国的宪法 所以我讲的 我认为 哪个中国的宪法 当然是中华民国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中华民国还承认是中国的话 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一个中国下面有两个治权 我们这两个治权呢 将来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统一 但是我们的主权是合一的 我说我代表中国 你说你代表中国 主权只有一个 那这就是我的整个 我的言论的整个基础 那么我反对的是 台独现在要否定我们中国的主权 想要分裂我们中国的主权 那么这是我反对的地方 所以呢 我的文章大门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爱国互宪的 保护宪法的 结果我现在台湾只有宣传台独的自由 没有那个捍卫爱国互宪的自由 这是最荒谬的一点 所以我被什么开除公职啦 什么我一点不难过 我觉得这是国家给我的恩典 我就想到 因为我的文章是因为228 写228这个文章起来 是非磨吃228起来的 我每年每年都帮这个陈宜讲话 因为我觉得陈宜是我们中国最清廉 最好的一个官员 他当时他当时是充满着爱心到台湾来 就现在被污成什么屠夫啦 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写那个东西 我只是讲个事实 就算我讲错了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嘛 而且我说我以笔名写东西 不是以真名吗 我不是以 您的笔名使了多久啊 就那范兰青的笔名 范兰青那个写了三四年 因为我大概有二 你使了三十年的笔名 三四年 三四年 我整个的笔名有二三十个笔名 对对对 为什么要用这个笔名呢 因为我是公务人员 我不能以我的真名出来写的东西 人家可能认为我这个代表 我政府啦 或代表我这个就不好 所以我们台湾 有时候政府有些官员 出来也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以真名出来 我都为了避免这个东西 我没这样做 我这笔名嘛 笔名就等于你是网路上的 一个普通的随便的什么人 你可能叫王八 可能叫王二麻子什么什么 这是你喜欢怎么取就怎么取嘛 所以这个是属于应该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可是我以公务人员 我不能代表公务人员出来讲话 这就不行 所以我没有写那个 所以我这件事情弄成这样 我觉得很荒谬 我这其实台湾是根本 那我觉得一个中国这种言论在台湾 不可能就说就您一个人发出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很多呀 应该 你想说李敖不也是整天这么讲 对 他们有人讲说李敖讲这个就没事 你讲这个就开始公知 他现在是这样讲 李敖讲可以 因为李敖是死老百姓 你是公务人员 你就不能这样讲 公务人员更应该可以讲了嘛 一个中国你在宪法的这个这个框架之下 怎么不能讲吗 对 我就说就算现在我们讲一个中国 因为台独这样攻击 有一点敏感 我也没有以公务人员身份来讲啊 而且就算我以公务人员身份来讲 我讲一个中国也是法定给我的权利 我本来就是要捍卫国家的宪法 公务人员本来就是要依宪法而办事嘛 所以我没有错啊 这就说我的感觉啊 实际现在台湾的这个官府上啊 包括马英九啊 他是两头都哆嗦 他因为有个民意吗 但是到底什么是民意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事啊 正好可以了解 就是在这个台湾岛上 当然看来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绿色深绿 讲究什么台湾独立 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个可行不可行 没细想 但是你感觉 比如说都在骂马英九吗 说说说跟共产党好 你什么意思 那么马英九这个自己本身他也是哆嗦啊 所以尽管你说你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出来的这个话 但是呢 他要照应这头的民意呢 他还是要表这个姿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们就显出里面很激烈的话 什么台湾人是台八字了 倭寇了 倭寇 倭寇 我是说 二十八的时候 那些去杀中国人 杀外省人 那些人是黄民化的那个影响 因为他才脱离日本人的统治才一年嘛 你想他怎么可能改了过来嘛 我说这种人其实就是倭寇 我是这样子来讲的 我也是说 如果你现在坚决那些深绿的主张台独 其实你的心态都是倭寇的心态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是这个心态 对不对 台八字呢是这样子的 台八字其实就是 我们台湾话叫做砍桥啊 就是有钱的这个 那个 那个暴发富 地主要的 比如说你现在大陆有种现象 比如你的那个是在城市的郊外的农民 你的土地呢被政府征收走了 可是因为这个城市扩张了以后呢 你收入了 那你就本来成为很穷苦的农民 突然变成暴发富了 因为政府可能补上你很大的钱 所以我们台湾有个台语叫砍桥啊 什么意思 那么我这个文章是说 我在谈一个中国的观念的时候 有大陆的愤青呢 就是网民呢 在那边骂我说 台湾呢又自由又民主了 什么才不愿意跟你大陆统一了 这种话 我就台八字啊 他是说台八字才不会跟我们大陆统一了 那我就 驳斥这个人的话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台八字要专政 对于这些台八字 只有用专政的手段 懂不懂 这些话这北京人爱听 对我不晓得那个台八字本来还不晓得台八什么意思 后来问清楚了 原来是当时台湾人到了在巴黎年代 刚刚到大陆的时候呢 他们比较有钱 因此在上海这 他主要这个话从上海传出来 他是可能略有点贬义 不是很 不是很 就像那个叫做包华富一样的 对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之初 北京这边的人管这个香港的那些辅商叫港怂嘛 港怂一样的嘛 他就有点有点贬义这么个意思 但是也不是完全贬义的 不是太难很多人宁愿做港怂 很多人宁愿做台八字 没错有奸嘛 哎 不过他说这问题啊 确实是说到 你看中国人呢 两岸中国人有一点搞事啊 爱搞历史 你也咱都知道228228 现在这个大陆人也都耳熟能详了 因为民进党一直就在说是这个历史创八 呃 民进党整出来的这个历史啊 我我了解的就是说28就是外省人国民党当时这个国民党军开到台湾屠杀他们这个台湾本岛上的这个本省人 所以到后来马英九不还在那道道歉呢 忏悔呢 哎 就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啊 他原来啊 他对历史有他的这个看法 呃 他还带来一段要不是他研究张学良吗 张学良228的时候 可以当然也在台湾 张学良怎么说228 他带来一段纪录片 咱们可以看一下 228事变的时候 你在湖中吗 我在湖中吗 你在湖中 我怎么知道 当我们封的彩礼了 我们没吃在那边 哦 那那那是高山对我们很不错 哦 那时候没华的 他们都吃番薯 唯有我一个人还吃点米饭 哦 我们是有个山 跟那山的那个过去到外面去买饭 买买东西 都封锁了 哦 那么省政府的钱也不能来 那时候省政府给 是是 哦 那那那那严重 那很严重 那那是